资料图片 是设施在美国海军眼皮底下进行的 美军中东部队的指挥官约瑟夫沃特尔 很明白这个警告 伊朗总统鲁哈尼曾经威胁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 全球三分之一的石油贸易要经过此处 文章趁阿米尔哈塔米13日承诺道 请相信伊朗这个伟大国家所承受的压力和心理战 只会增强我们在一切领域 提高防御能力的意愿 资料图片 伊朗征服者导弹发射瞬间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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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